我们再来看到警方在13号这一天呢 是在张华围捕窃盗犯的时候 那么当时嫌犯因为拒捕还开车冲撞 警方连开八枪 不幸击中了车上的一名孕妇 那么当时呢 这个嫌犯的女友是右胸重担 虽然紧急送医保住黎明 但是肚子里怀孕十一个礼拜的胎儿 不幸无法保住 两名园警拔出手枪 拦住一旁的小客车 没想到车上驾驶竟然加速冲撞 警方逃逸 园警跳开闪过车后 赶紧追上去 一共开了八枪 虽然警方开枪制止 打中后座 已经怀孕十一周的嫌犯女友 但还是没能拦下嫌犯 狠心的黄性嫌犯 甚至把重弹的女子丢在路边 遭到丢包张姓女子被紧急推进医院 她被路人发现时 全身是血被丢包在射头巷的路上 但因为重弹急救 需要做X光等高辐射检查 只能被迫放弃肚子里十一周大的宝宝 右边有一些血凶的状态 所以我们刚才有给她施行 右边胸关引流 至于这个胸臂的一些伤口 我们也给她做清窗 然后给她做一个吩咐了 32岁的黄姓通气犯 伙同唐叔和她的女友 到园林镇行线 被屋主发现 警方获报后拦下嫌犯 唐叔乖乖下车 通气犯却趁急跳到驾驶座 开车冲撞远警 还把唐叔受伤的女友丢在路边 混了枪挤的 都是针对这个轮胎 那可能有其中有一颗跳弹 刚好集中到这个女性的嫌患 张姓女子因为血凶 还在加护壁房观察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胎儿受到大量辐射照射 医生说会找适当时机 协助终止怀孕 她怎么也没想到 跟着出去行妾 还没有偷到东西 却先把自己的孩子给赔了 今天是陈梦辉张话报道